Hello 大家好 我是健哥 7月份心情比较少 前两天我在粉丝询学问 你们是想看产品评测类的视频 还是什么吹水闲聊类的视频 热心粉丝分分表示 评测视频哪里都能看 不仅国内有 国外也有 不仅男的拍 女的也拍 但是吹水闲聊类的 能看的就不多了 这话说的我都好感动 我又不是妹子 能在线求一个舰长 提督加一个微信 摸摸哒 我人也长得不帅 但是大家既然想看呢 就把我好久没有做的这个健哥说系列 再次做起来 今天我们就聊聊平时 我装机的时候遇到一些令我无语的客户 比如说 你能给我装一个不要钱的正版PST-AE吗 好多人老把卖电脑想的特别简单 淘宝去搜一搜追击价 哦不对 你也去咸鱼搜追击价 一起加起来 不能比追击价贵 撑死的 你贵个100 算我买价吃个大亏 可怜你 让你多赚个100块钱 什么 你居然贵了300-400块 我要去B站贴吧微博揭发你这个黑心奸商 头都大了 好容易遇到个不拿最低价比比价格的 那还经常会遇到 你这个系统是不是正版呢 我们都是装的微软官网下的原版系统 不是那种外面什么ghost改过的版本 行吧行吧 不是那种一堆预装软件的系统就行了 能不能给我装一个正版的PST-AE 要最新的2020的版本 不要花钱的那种 大哥 正版的Adobe软件 都是要花钱买的呀 你不花钱哪来的正版啊 你懂不懂电脑啊 你装个正版PS都不会 你还要救我花钱 我要有这个钱 我会找你装电脑吗 太垃圾了我去别家买了 我看人家正版PS都不要钱 那帮我装个GTA5这种游戏总行了吧 大哥游戏也是要花钱买的 什么 我看我奥大爷家小姑子表嫂的外甥女的表姐的 那你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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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在啊 你这什么垃圾电脑啊 为什么我这下的GTA5它运行不了 说什么DXX错误 是不是你给我装的系统不是正版的 是不是你给我用的二手劣质显卡的 吐吐吐吐吐了 我以前都用去网网玩的电脑 我不知道怎么下游戏 这个CMDNF怎么下下来 算了算了 这个也就忍了吧 这个客户确实没用过电脑 你也不能怪他 就帮他远前下游戏吧 其实类似于这种情况嘛 我们约了太多了 我们就一个个来说吧 其实你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 就到底啥叫正版 其实你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说 无谓一把他输到你钱了才叫正版 至于你不知道从哪找了个激活码 然后输了进去 它显示系统激活的 这个只能叫技术正版 并不能说是法律意义上的正版 一般网上那种18天的激活码 都是那种欧洲他们那边流出来的OEMP量激活码 就是说一个码它可以激活非常多的用户 变成为技术正版 就是说你重装完系统以后那这种技术正版 都能保定主板自动激活 其实微软对于各种用户 基本都不管的 它管理是技术正版还是法律正版 还是什么直接不激活 还是那种直接构思的盗版 去追究你意义不大 我找你赔钱 太难了 所以说一般都是找公司下手 不过如果你惹的是南山必胜客 你开个挂 警察都能把你找到 微软官网的话 其实它是有系统直接下载的 就是最官方的原版系统 当然 官方的也是充满bug的 只是安装好了以后 还会提示让你输入激活码 其实你不输入激活码的话 你也能用 像我们安装机子一般就装原版系统 那一说你要正版系统 我非常鼓励你 你去微软官网去花10800块钱去购买 网上也有好多那种100块钱的所谓正版无音时 好多一些up主也在推 其实对此我是持一个景前态度的 至少我查到的资料 微软中国区没有给过授权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和淘宝10万块的激活码 是一个来路 欧洲那边来的 而且专业版是不开放给用户购买的 像至于PS、PRE这些 这也是要花钱买的 从来就没有免费一说 PS和LR其实在Adobe官方是打包的 8881年 虽然双心打折400块钱 我还买了支持一下 别的只能买Adobe的大师套装 600元一个月 如果去香港购买一些 600港币 划算一下能省几十块钱 但还是比较贵 说实话一般的业余用户确实难以承受 隔壁东南大学买了Adobe的全靠 中大的学生和教育功能就可以使用 不过也只能买的是2018版本 说实话 你自己个人偷偷用Adobe就低调一点 但是公司用的话还是优着点 别没有Adobe盯上了 我对有位同学家长也是个大学教授 他搞副业开了个小东司 把科研结果转换一下 结果他用Adobe的CAD 大家就说到了律师喊 说实话我也请不理的 他4台电脑装了9个CAD 一台电脑至少装了两个版本的CAD 你看人家9个就被人家公司盯上去 所以说实话 其实对面也挺流氓的 他就是叫你花钱买软件 不买就告你 一套CAD8000多一年 三年起不买 那你买9套 小公司也吃不消是不是 主要是这种软件不是买断置的 你每年都得花钱买 就像一个无底洞 谁去法律搜一搜判权书 其实就发现去年网易也得告你 当然最后还是和解了 所以说公司用的话 一定要注意版权 该花的钱还是要花 如果一花的钱 那你就要去找能替代的开源 或者免费的软件 不过在今年的中美关系 这个大缓定下呢 他能不能告起来 也很难说 你看看好工大 他不就买了正版的那天了 就算这国家发个喊 我们的总统说了 你们的正版无销了 你说正版软件的钱他退不退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 其实这样对于我们国家的两个人 整体还是利大于弊的 很多时候我们存在 造不如买 买不如租的关系 结果发现 还是房地产赚钱 所以企业有钱都偷房地产去了 谁还去开发新产品呢 国外都有软件了 我们先用盗版 盗版不给用了 要去告你赔钱了 我们再去买个正版吧 你都去买国外软件了 那这样国内软件公司怎么发展的 你没有实际的需求 你光靠补贴出来的东西 大家也都懂 就像芯片 川建国一禁止 国内这些相关研究所和企业 虽然技术上跟国外还有差距 至少国内产品有实际需求了 有人买了才能赚钱 有赚钱了才能改进 当然其中也一定充斥了一些 投机倒板的分子 但整体还是我们国家有利的 我觉得其实你拿出扫黄十分之的力度 去打击倒板 那整个版权情况都能大为改善 扫黄大飞 起头并进 一开始的时候 肯定难受一点 得买那些死贵死贵的国外软件 很快就会受到商机 就会有大量廉价的国家软件开发出来 记住 免费的才是最贵的 其实很多时候 我一个人改变不了整个大环境的 但是我会向我的客户传达 软件也是花钱买的观念 就算你现在买不起 你得用倒板 那也知道 至少这样做是不对的 那以后有钱了 还是去买个正版吧 那有些人实在无法认同我的观念 他就说 你一装个office装个ps 就得不花钱的装 我只有一句话 那这电脑我不卖了 说实话 这种人一般电脑买回去的 社会屁事也多 观念 难沟通 他自己乱下东西把电脑搞崩了 还在管理电脑有问题 我又不会像大部分那些通往一样 他那样恋售后 这种还不如不卖呢 钱没赚几个 太浪费时间了 而且也很影响心情 至于游戏呢 我还没见到说是谁去下大版游戏 去被NBA给爆了 但说实话 其实大部分游戏 现在就一两百块钱 在几十块钱的价格 并不贵 而且是买断值 他不像某些软件 给你搞个订阅值 每年都要交钱 就成无底洞了 当然 我要是游戏也搞订阅值 游戏我一周打完了 是不是应该便宜点呢 一些所谓的免费游戏 特别手用 还要自己想一想 花钱买皮肤 花了多少钱了 抽宝箱抽了多少 我见了多少人了 他买个三千的电脑 都嫌贵 结果他买皮肤买了大自清 打个露啊露 黄金都上不去 还就算花钱要找小姐姐赔玩 而且你说你像盗版游戏的话 他经常确准什么环境包 运气的时候有一些bug 很多用户电脑想来 根本就搞不定 这版游戏的话 基本上点点下载的话 然后乱串刀什么东西 都帮你装好了 直接玩就可以了 基本不会出差太大问题 另外一些用户 确实是不会用电脑 他以前是网吧玩的 网吧的电脑 开都开好了 点进去啥游戏都有 你别说下游戏了 他可能连开机都不会怎么开 以为电源键插上去 电脑就自己开了 其实你遇到这种 你很无奈 虽然说你没啥义务去教他下游戏 但是说你现在已经买了 遇到了 反正赚人的钱 只要不是啥太过分的要求 你就尽量帮人满足 别称嘛 就帮他下下游戏了 你不能丢一句 你去官网下就可以了 他可能就下了个下载器 然后他以为这个游戏就下好了 另外有的用户说 能不能把一些免费游戏 给我下好啥的 我们也不敢答应 大家都知道 有的人在那电脑 性感和关注在线发牌 澳门威尼斯真人在线 点的太多了 游戏账户准备到了 赖 是不是我们装的游戏有病毒 结果打开他电脑 5个架子机 3个上载软件 还塞了几个外挂 看地盘全是学习资料 然后他就问你 为什么游戏老崩 你就很难受 他就有人问 我的电脑没坏 但是我的持续没法运行了 你帮我换个主板 能解决吗 我这个旧主板能抵多少钱 听到这 懂多人都懂 他拿这个电脑干了啥 而且说实话 现在的游戏 Bug也多 比如像CF DNF 你在温时下玩 它就特别容易出问题 你要稳定的话 还得温期 腾讯 都花这么多钱 请不住韩拍网局 我跟我前面有这种 从来不锁吗 说实话也拍的不错 能不能让CF 在温时下 不出Bug运行 观众们 你们觉得能不能啊 另外有的时候 游戏遇到一些什么 无法登录啊 闪退啊这些问题 莫名其妙的出现 这个时候 你就要熟练的掌握游戏的 安装和卸载 还有什么 Steam验证游戏完整性啊 往往都能解决90%的问题 所以你说 麦克电脑累不累啊 并不是外面想的 拼两下子配件 外面找个人 不是外面装个机就行了 你居然收我这么多钱 其实国人他总觉得 服务是不要钱的 实际上好的服务 还是需要利润支持的 国外上面装电脑 人家都是按小时收备的 所以国外好多人 人家为了省钱 都自己装 国内的话 一上门叫个保洁 他一小时也要不上钱 哎 这个国内这个DIY圈子 真正就是 我转个转件 还要花钱吗 哎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那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这个类型的节目 那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请给我苏织三连点赞一下 这对我非常重要 那油管的观众们 请点一个赞 或者点一个小铃铛 这样能第一时间收到我的订阅 如果说你想了解更多电脑资金的话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潮玩客CWK 如果说你想购买电脑的话 也可以来我们淘宝店铺 潮玩无论数码 或者淘宝搜索商品 潮玩客 这里是潮玩客 我是健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